大火快炒最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炒到烧焦 但是彰化这家面店召唤小吃却是烧焦面 80岁的老板说年轻的时候做板的 常常累到打瞌睡 一次炒面炒过了头 却意外炒出了焦香的味道 火烧面从此一烧而红 我炒得睡起了 睡起去腻起就炒得炸的 人家说炒到烧焦了 下了猪油边香海鲜肉丝 严明波的火烧面靠的就是这一把 从炉里直串 既像能穿透锅底 又可一心换味的烈焰 炒出彰化人都数十年了 再就严难割舍的迷幻交香 这就是人家 就是说火烧米 这都是人家换味不是我厉害 有的时候我都来一粒你问 问说你火哪里在炒 我都平底正常的 就跟人家说他也要烧了 有一个火烧的味道 那特色就是炒味道味 因为我们很多外乡真的也是会专程来这里吃 吃他的面 然后他的特色菜 大火前 用魔术拌拐拌又饮的老酒部 有的从年轻吃到法白 就求那么畏思念 但更多的则是因为成了引介不掉 更抗拒不了盘上的旅旅新烧香 面对客人 天明博的火烧面故事 总有千种风情万种风貌 然而这写实的版本 却是在那一次瞌睡后 又上千万次的试验练来的 大火淬炼 炒面反共运火 原来向二不交的原理 靠的就是每一回锅底 这层固定得来牺牲的锅巴 稀净焦苦 却又能染放致命新香 这是五十年前开店卖面时 他想都没想过的偏发 而刚出社会时候 之所以一路从饭店厨房 坐到自立门户 便是因为误打误撞 说到念书 天明博总忍不住自嘲 虽然从小成绩总是吊车尾 但自己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却是在书店打勾 后来辗转到了五金行 又因为食量太大 吓得当时候老板娘赶紧将他介绍进厨房 这这么近十年 在异乡闯荡的光阴磨出他一身北方菜的功夫抵御 后来尽管因为返乡回到农村照顾父母 他也能凭着实力 一边卖面 一边办外汇闯出名气 美美一提起火烧面 年近八十的天明博 就更加收起锋芒锐气 总说成就靠的都是运气 弯起笑眼再三强调 招牌店名都是客人取的 秘方是累到打盹蒙到的 就连独有的酥炸粉肠 都是客人亲自送上门的火红菜单 每天开店为了加快上菜 本常要大批切起玉炸 等到出菜前二次下锅炸熟 还要三度抢酥 用时间换来的香司 一边也不输给耗时费力的火烧面 老宅里旺国一帆腾就是将近半世纪 铁锅烧进了无数盘 破人意乱情迷的浓桌香气 同时也燃尽长少人的青春 也许真的是因年纪大了 体力不堪负荷 前几年夏天 他甚至一度在火炉前炒到挂急诊 嚇坏全家人 再来我们大批车回来 我们就要把他扭车 把他扭车在里面 就带他安康 安康说不行 这人就救了 因为从小看他辛苦这样做 他想说来帮忙帮忙到自己有兴趣 我都是靠记心记起来 我没有在写菜单 因为读书我就没办法了 就要读书背书我就没办法 他背菜单我就有办法 好在儿子从小耳濡目染 朝中爸爸的真传 现在更烧制出使命感 孙子轻轻年纪也早就跟在脚边 晋升最佳助力 三代彤彤的火烧面 石火下看似蒲桌粗野 质地却是细腻的 用一声执念 像时间叠当来的心力芳香 无怪乎总让人一脸着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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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